道具組他們就是挖好一個洞 就是真的是 就是荒郊野為一個洞 我要躺 我一躺進去的時候 你就覺得 天啊我第一次看到什麼是路途耶 剛好我的戲是小 所以我自己就是有幾個人睡 睡的時候就大中我西一點 這個呢算是元老級的 雖然是我們都認識很久 我們認識超級久 而且他很漂亮 而且他有一個明星臉 明星臉超級像 我覺得像很多人 高宏安嗎 我覺得還是比較像許偉帝 他超級像 好我們只是歡迎我們最浮誇的甜心 許偉帝 KD 來了我來了 有 共拳 來來來 你太怕 小心 好高 好高 來來來來 我們坐這邊 來來來來來 我要送我的書給兩位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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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書是兩本是不是 對 一書兩色寫真跟散文 欸剛剛他跟我講說 為什麼不找他之前的時候 我說因為想說你不是走這個路線 對啊 我是說真的 我是為了我的書 我很現實才來這裡 我知道 怎麼會出書不可能 跳到我不可能 好我們要介紹一下書 好 我們先從書開始啦 我們先從書 我的書比較特別 因為除了寫真之外 我出了一個散文 因為我呢 我知道寫真大家可能對我期待有點太高 但是 我希望呢 大家不要只是 就是focus 不要表面 不要表面 看內在 對 好漂亮喔 然後希望大家看到我就是 我的私底下生活的樣貌 就是不是很刻意的 去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對 好漂亮喔 直接天際生活的寫著 而且出寫真之外 為什麼會出閃文呢 是因為很多人就說 凱碑凱碑 你為什麼球場上那麼浮誇 你是不是 我是這樣 你是不是演的 欸韓哥你覺得我是演出難的 你演的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我才要出誤說 跟大家解釋說 我私底下是怎樣的一個人 然後你 怎樣的生活環境 造就我這樣子浮誇 或是就是 很細菌化的人 來 你來幫我解釋一下 你們很不好耶 這什麼勺下 什麼勺下 幫我解釋啊 我的瞎間 瞎間是瞎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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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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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都在賣 這個寫平台 金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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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寫平台 他們的 海報有沒有 海報 海報 公司裡面有 這是馬行的 斷ént 海報 海報 用中文好的藥 妳會製造後製人員的固λλά 對不對 好 所以各平台他們 都有各種 各種不同的獨家 像這個就是 摩摩 我喜歡這一張 你喜歡這一張就是 摩摩 然後你喜歡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成品獨家 超聰明的 不好意思,就是各領台都要來 接下來我要進入正題了 我要念那個凱蒂的維基百科 好可套喔 謝凱蒂 生日7月3號生日快到了 巨蟹座 巨蟹座 身材170公分48公斤 好瘦喔 還好還好 三圍32、25、35 職業很多 舞者、模特、啦啦隊、SG Dancer、走秀、平面 廣告、代言、婚紗、網牌、外牌 好忙,好忙 其實還有直播主 直播主,然後現在又有出書了 現在變成作家 一名是PASSION SISTER 的謝凱蒂是雲老吉利 入行跳了13年 哇,其實超火啦 還曾經想要成名轉行 到細說台灣 妳有演過細說台灣嗎? 但是... 但是沒有紅 細說台灣不是台語嗎? 可是妳剛剛台語爛成這樣 所以我被罵得很慘啊 我被導演直接塞不進 罵說 台語很不好耶 就是罵我 因為我一個台詞我可以去試試 那妳怎麼會去細說台灣呢? 就是為了走不一樣的 結果呢?妳喜歡嗎? 就是... 看起來是還好因為還會來挑了 其實我會去拍戲是因為... 拍戲也是一種表演 因為拍戲其實有時候會很誇 對... 就是妳會被打說... 別這樣 放開地啊 就是妳... 就是最老 這不是我做的 真的妳要相信我 就是妳 妳的... 是不是這麼平啊? 媽我跟妳說 妳都改我男... 男是什麼? 妳會動妳是不是? 還動嗎?還動嗎? 妳要動嗎?還動嗎? 妳怎麼這麼快啊? 我跟妳說... 妳好啊...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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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演過最困難的戲是怎麼樣? 最困難的是... 被護巴掌 應該要護巴掌正常是結尾 可是因為... 可能是我情緒上面沒有很好 所以... 導演要求說... 妳說打妳嗎? 就是... 當然要打我啊 就是... 我要被大老婆婆巴掌嘛 我就直接直接... 然後她一... 然後我就哭了 因為吵我頭... 會打到我的耳朵 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啊 她就演得很好欸 對... 她說... 好... 好... 接下來我要討論一件 非常嚴肅的事情 就是呢... 妳前幾年曾經拍過戲說台灣的時候 被土麥... 的戲 沒想到就是展開了妳的靈異體質 喔對... 被土麥... 就是我被殺了 然後人家要密屍嘛 密屍就是要找洞挖 對... 然後呢... 因為通常找洞挖不會白天 所以那一顆戲是在半夜拍的 就是所有戲... 白天的戲拍完到晚上 就是快接天凌晨12點的時候 然後道具組他們就是挖好一個洞 就是真的是... 就是... 就是荒郊野為一個洞 我要躺... 我要躺進去 多深啊 就是真的躺... 一個棺材 所以是有棺材嗎? 不會有棺材 因為古代沒有棺材 它就是一個土 一個土就是可以... 就是... 我可以露土的一個位置 真的是凌晨的時候 對... 真的是凌晨啊 我一躺進去的時候 妳就覺得... 天啊... 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是露土欸 好恐怖喔 一般人不會躺在裡面 對... 而且又這麼濕 然後又晚上 然後... 然後那個一吐一撥... 一撥到我的腿的時候 我就... 我就哭了 然後重點是他們來了 他們就為了我安保 我就可以替妳真的是... 不要難過 待會我會包一個紅包給妳 所以... 躺在那邊的時候 我想說... 好啦...為了紅包可以... 至少給我一個紅包吧 然後我那一刻... 出... 那個... 出來之後 她就說給我紅包 她說... 妳這個紅包妳一定要馬上花掉 因為它是一個氛氣 對... 然後我就很期待... 我就打開... 準備要打開的時候覺得... 奇怪... 這紅包... 怎麼這麼薄... 不對啊... 然後聽到... 欸... 有重量... 結果打開... 妳們知道多少... 四百... 二十塊 蛤... 就二十塊 驚人喔... 怎麼會啊... 就二十塊... 我當場我又哭了... 欸... 這個小戲... 然後說應該最少也要兩百塊... 然後我可以去買大買零食... 就是... 那一天我... 壓力很大... 其實會崩潰... 我可以買兩百塊的零食... 就過二十塊... 你看... 連一瓶飲料就沒了... 反正那天... 就是我還是把二十塊花掉...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拍戲的潛規則... 這是一個... 就是... 禮貌尊重... 就是給妳一個短運... 所以這個潛規... 不敢去跟導演說... 欸... 怎麼就... 確實啦... 對... 那天其實就是... 買完東西之後... 我回到飯店隔天... 剛好我的戲是小... 所以我自己就是... 就幾個人睡... 睡的時候就... 大中午我十一點... 所以妳是從那一次之後... 就開始會感受到... 就開始... 就開始... 就是很... 很常... 就是被壓... 呃... 請問一下妳在幹嘛... 蛤... 我可以看一下妳在幹嘛嗎... 妳在幹嘛... 我以為我們那個... 攝影師很累的樣子... 這很壞耶... 我聽到一個妳說... 曾經被霸凌... 對... 對... 因為那時候太出風頭了... 那時候我很確定... 我是全滿最受歡迎的人... 因為我去問過其他恐懼... 所以有些可能... 妳知道... 都會有些太妹啊... 就覺得說... 有些... 在轉身嗎... 他們會講啊... 就唱秋喔... 就唱秋... 他們是直接會翻我的書包... 然後把我的書桌推開... 甚至... 因為我們都是騎腳... 他車上下雪嘛... 他可能會刺破我的輪胎... 我沒有辦法回家... 欸... 這個叫... 這個是很可憐的... 他這個再嚴重下去... 就什麼妳知道嗎... 黑暗榮耀... 黑暗榮耀... 所以我很謝謝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對我做... 那些燙啊什麼... 就是... 那妳真的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因為通常被霸凌著... 有可能最後面會... 對... 然後... 而且可能會自己很憂鬱... 不要惹事...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值得... 我只要費心力... 他們有找我出來單挑... 對... 單挑... 好有趣喔... 那個叫做... 好... 來啊... 很有趣嗎... 我已經開始不去... 他就嚇很話說... 妳如果... 還沒來... 試看看... 那後來怎麼辦... 我只能去啦... 結果咧... 結果咧... 就他們約在一個宮廟面前... 你知道咧... 然後他們... 一群人雖然要說要訂狗屁... 正常是單挑... 可是我每個人... 手裡面拿個磚頭... 蛤... 好誇張喔... 女生嗎... 當然是女生啊... 然後要... 做事要打你... 沒有啊... 他說... 他們就是... 變成集合成一排... 說什麼... 就是... 就是要看我這邊的... 可能... 看我這邊的反應... 那妳一個人去嗎... 我當然一個人... 因為我不好意思... 偷了我這邊的... 欸妳... 哇... 妳好有勇氣喔... 可能就是... 所以... 如果我偷錢他被敗... 我們被敗你也不要拖累喔... 我不知道... 這個狀況這麼嚴重... 所以我一看到那個... 鑽頭的時候... 我是嚇到... 就立馬就倒琴... 就哭整個... 求說... 拜託請原諒我... 是我不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錯在哪裡... 就一直倒琴... 一直倒琴... 真的像狗... 所以他們... 後來就原諒你... 因為... 他們以為我很長求... 可是其實... 妳根本也沒一口唱求... 妳也沒做什麼事... 對... 因為他們在打我... 是不是他們就... 可能自己也沒有什麼成就感... 因為他們是要... 就是... 引起他們成就感的事... 他們想想做... 可是我已經像狗一樣搖尾起臉了... 所以他們就... OK... 好無聊喔... 他已經道歉了... 這麼快就結束了... 然後我就算了... 這個人妳還認得嗎? 我認得... 我甚至做夢還常夢都常夢... 他們的名字我都記得... 就讓我印在心... 妳會不會... 就想要跟自己... 或跟他們講些什麼... 我覺得... 我很謝謝... 我自己很勇敢... 真的... 妳要哭了喔... 蛤... 欸我覺得會哭耶... 若是我一定也會哭吧... 真的... 妳根本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 群人... 欺負妳... 我覺得我很勇敢... 因為我覺得... 如果照大家講的話... 我可能會恨他們... 然後我可能會保護... 可是其實我... 就是妳... 妳反而是正向正能量... 然後... 去跟大家講說... 真的是不要去霸凌別人... 或者是... 教大家要如何走出來之後... 對 就是... 其實我有多... 因為畢竟我道歉了嘛... 所以我覺得... 我的脆弱也幫助到... 我自己... 脆弱也其實也是一個勇氣... 因為... 很多人不敢脆弱... 所以我就覺得說... 謝謝我曾經... 就是勇敢的脆弱... 哇...這個真的是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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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